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進行的是高普考的這個運輸學總複習的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會用兩堂課時間 幫大家把這一次的所有的這種大概的內容以及目前發生的一些重要的重點 在這個複習的部分給各位同學一些提示 那來因應這一次的這種高普考裡面的有關運輸學的這個 考試的一些重點 好那一樣我們還是會從這個比較基礎的地方來去做一個說明啦 那中間如果在這個不同的這個議題上面有一些 重點或是更新的發生時是可以結合的 老師再補充說明給各位 好那我們就從這個第一章的部分來看起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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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就是把它做一个终整的复习 把这个每个大的主题大概会做内容 好那运输如果会出这个相关的考题的话 大概就是以运输学的这种意涵 还有说它所涉及到的系统 还有它所这个服务的对象来做一个起始点 那大概去把这个议题延伸下来 好比如说我们大概要去知道运输的这个意义在我们的这种学科里面最主要是要去做这个利用各种运具 然后去做这个人或是货就旅客货物之间的一个移动的行为 而且这个移动是会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其实点跟这个目的地的 如果是没有这个其实点目的地或说它的其实点是跟目的地是同一个地方的话 那就不在我们探讨范围里面 就是说我们不会把它当成是这个目前在运输探讨学科里面 好那所以说它的目的就是要在这个重点情况之下 包括我们这边写到的安全迅速准确便利舒适 还用经济方式去做运输 那创造两个很重要的效用嘛 这个之前我们也讲过很重要 就是时间和空间效用 那运输的过程里面当然也有人提出有其他的效用的产生 但比较明确是这两个 这要知道 那服务的范围跟系统 系统的部分要知道 现在应该有五种系统 就是公路铁路水路空运跟这个管道 那管道的部分会比较偏向是在货运这一块 但是如果我们讲运输学的话的系统 基本上要把这五个都提出来 好那再来是旅试上面的这个重点 旅试是一种我要去连结的最后的经济的活动 那中间串点就是运输这个所谓的延伸性的需求 那会分别分成这个所谓旅客的这个旅试目的 跟货运的旅试目的 那货运的旅试目的比较单纯 就是只有单纯一个而已 那这个一般旅客的旅试目就会分很多种 就大概分成六种左右 有通勤啊 购物啊 油漆啊 房友 商务跟个人事务 那通勤又分成两类 有上学跟上班 这大家都知道 好那如果以系统的角度来去看运输这件事情的话 那大概可以从输入的这个元素 处理的元素 输出元素去分成六个次系统的部分去做构成 好 那每一个系统都有每个系统的这个特性 这我们之后就会分张去做这种解说 所以大概运输你大概要知道我们探讨了这么多的这种课程内容 它其实它的内涵跟它所要去解决问题 不外乎就在这些元素里去做打钻跟组合 好那比如说刚刚讲到你的服务的这个对象 有这个旅客跟货物 他们的一些需求和特性是什么 我们就会在不同的专家里面做说明 好然后再来会提到几个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就延续刚刚的运输系统下来 好你要知道运居跟载居的分法 然后再来在控制要素里面会有两个不同的重要的要素 一个是公部门的要素 一个是资讯的要素 好来去帮你去做相关的控管 那最后产出的结果是 运输的需求者会跟运输供给的 这个使用系统会在当下一起发生 它的这种需求行为 好这是跟其他的服务业比较不相同的地方 那运输会被视为是一个服务的事业 它不是一个生产的制造事业 它提供服务 好那所以说它的服务也有个很大特性 就是当它的服务提供当下 那它不能够去有一个储存的这种结果 它就不能说我今天多出来的空位 可以放到下一次就不用 它会随着这一次提供当下 你没有去衔接到这个需求的 它就浪费掉了 或者这样这个很大的特性 所以说在作为这座运输系统的这种服务的过程里面 另外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说 我要去确定我的运输是不是可以被 这个完整跟这个及时的利用 那这个业者就必须要想很多办法 去让这件事情成真 比如说你要让什么样的方式 比如促销方式 或者说任何这个推广的方式 让你的这个座位 比如说我们的运输如果以旅客来讲座位 那货运来讲就是仓位 能够在这个时间点 它的提供服务之前 确保它已经有一个稳定的这种收入 或者稳定的这种使用上面的这种确认了 好然后再来是运输的功能的这个面向的结合 它其实会跟我们这整个大经济发展 还有个人的这种部分做一个很多方面的结合 那我们这部分是比较大的这个题目 我们就用口说的方式去说 不是说不重要是我们重要的部分 特别重要我们会把它给笔书出来 好跟运输的结合的部分 最主要当然就是刚刚跟前面讲的 大部分探讨议题都是跟经济有关系的 运输跟经济的结合 那经济的部分会涉及到就是各种效用的这个取得 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去达到所谓比较利益下面的这种生产行为 那每一个生产行为都可以因为这样子而达到规模经济啦 那就促进了每一块经济的它自己的这个 比较强势的这种发展的部分 你强的你做这一块 那我们再用运输去做连结 那所以现在运输的这种发达 再让科技的辅助 那这所谓供应的时代就可以这样子来临 好那再来是跟社会文化结合 是可以去达到社会文化促进的交流的结果 那彼此可以互相的认识 认知会更加的这种深刻 那避免造成误会 那另外一个是文化里面的教育这一块 让这个原来想要去取得知识的方式 以前你可能要唐三藏取经 然后走好几十年才能够把这佛经刻回来 非常辛苦 然后还带住八戒啊带出生风去 现在不用 现在就是你只要有 假设你要买实体的这种知识的书本回来的话 你就是要坐飞机坐火车一下就到了 现在更不用讲说用资讯的传递更加发达了 好那另外一块就是你自己国防上面的能力的展现 在暂时的时候它是一个后勤能力的表达 然后在平时的时候是个救灾能力的这种彰显 那大部分时间点我们现在都不要强调的是这个 救灾能力的彰显 因为它里面会涉及到什么物资移动上面的这种迅速程度 然后你的物资如果可以越快抵达到这种灾难现场 那你对这种救灾的这个能力就会越能够彰显 那你能够去阻止灾发生的机会 运输的这种能力的话就可以把这相关物资 送抵到这个需要的地方而且做一个均匀的分配了 因为现在最大问题倒不是只有送而已 还有送进什么送进去跟送什么进去 你的东西可能到一个集合点但是你不知道哪个地方缺什么 就送错地方那就更浪费时间了 谢谢大家